党霸啊 三系的话 它原车是不带这个水晶挡杆的 但是我们可以后期选装更改 然后这个火山红内饰选配多少钱呢 这个 这个内饰颜色是不需要花钱的 免费的啊 这个是免费的啊 不需要那个什么 党霸加多少换 你关于这些价格问题呢 稍后都要在这个后台来私信我们 并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然后我们下部后第一时间联系您 感谢大家的关注啊 如果可以的话呢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点赞啊 点点关注啊 正在直播的是 哈尔滨龙堡宝马地址 在哈尔滨松北区中原大道9656号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点关注 顶头的秀脸是谁啊 谢谢大家 就是要等对吗 好 我们看看下一台 要等的 在我们展厅这台就是火山红的那个内饰啊 而且咱们 大家赶紧看一下吧 这是一个325LI药液运动套装的一个后备箱啊 它这个是不带电动里门的 但是它好像可以那个扫腿开吧 对 如果你身上有钥匙的话 你扫腿 这车比有保养零部件的话 您小保养的话 大概价格在1100块钱左右吧 嗯 看看X1啊 咱们X1已经看过了 如果还想看的话 咱们中午12点还会继续直播的啊 咱们中午12点还可以继续看 看电台武器 然后关于价格方面呢 咱们所有车都有优惠的 关于价格方面呢 希望大家可以在私信我们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会有专业的销售顾问 为您一一回复 一一解答 然后这是我们一个后排的一个空间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那我乖上啦 嗯 X3吧啊 等中午直播的时候 我们会在楼上去为大家看一看X3啊 展厅的X3 然后看一下 这个我们五系长轴的啊 这个亮子蓝的一个外观 搭配我们这个摩卡色一个内饰啊 530LI四驱运动套装啊 豪华呢带无钥匙进入 运动的带19寸的一个轮毂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19寸的一个黑色的一个轮毂啊 显得整个既成稳又运动 非常好看啊 前脸啊 我好喜欢这个颜色呀 真的 这个颜色还显白 嗯 关于价格方面呢 关于价格方面 希望大家可以私信我们啊 感谢大家啊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点关注啊 嗯 这个颜色车真是太好看了啊 只是现在这个光线不太好 有点逆光啊 但是在阳光下呢 它显得 它是一个珠光的奇妙啊 在阳光下特别的亮眼 然后可以看到 我就不坐进去了吧 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是有人看车刚才碰到这个锁了 嗯 来吧 我不坐进去了给大家看一眼吧 这是我们的530Li四驱运动的一个这个主架啊 这个黑色龙骨 黑色龙骨是选的 嗯 X6 咱家没有X6转车啊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这个 主架的一个位置啊 M型的运动方向盘啊 转向的时候手感特别细腻 把握的手持感也特别的舒适 舒服啊 然后呢 这个座椅 它是软硬适中的啊 它不会过分的舒适 所以您在开车或者是开长途的时候 都是您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 嗯 然后这是一个全景天窗 搭配我们的一个分段式的全景天窗 哦 这边有 您才没电了 没电了 没电了 咱再等会下播 然后看一下这个 门把手上面带这个按钮啊 这个按钮呢 是后排的一个独立开关 它是来调节我们分段式全景天窗 后半段的一个遮阳帘的一个功能啊 然后呢 空调是在独立的一个这个空调出风口的 独立调节的都是 关上了 看一下我们的后备箱 啊 这个是家装的 家装的一个碳纤维的一个小尾翼啊 前面咱们也家装了一个碳纤维的 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后备箱的空间啊 带电动尾门的一个后备箱啊 M有授权吗 M可以预定 可以定啊 可以私信我们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 可以的 能加主播V吗 做保养什么的 咨询一下 可以 可以在后台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我们会去联系您的 嗯 嗯 这款标价多少啊 价格可以 看那个什么 看私信啊 私信 私信价格啊 嗯 感谢大家关注啊 就加这个00后 然后这是我们这个530LI4G运动套装的一个后备箱空间啊 电动尾门 就是这个样子啊 关上了 然后今天 今天上午的直播就到这里啊 今天上午的直播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点关注啊 宝马4系 没有展车 没有展车 但是可以预定啊 然后呢 今天上午的直播就到这里啊 中午12点还会与大家准时见面的啊 哈尔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啦 我再次说一遍 我们店里在本周六会有个非常大型的优惠活动 然后到周六的时候优惠价格可能会比这个车展时期优惠的价格还要高 嗯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这样 就是今天上午直播就到这里啊 现在直播的是 哈尔滨龙宝宝马地址在哈尔滨松北区中原 大道9 摄影师俊南啊 今天的上午直播就到这里 中午12点还会与大家准时见面的啊 拜拜 我们在关闭直播之前